台中卫格太阳 在2021年12月25、26号 首战台湾啤酒英雄 展开联盟龙头争霸赛 25号傍晚台体大球赛现场 已经挤满了大批的球迷 两队的战况相当激烈 就是一场T1联盟的好戏 为了让喜欢运动赛事的球迷 能够搭上运彩的热潮 中华民国运彩经销商商业同业工会 特别在球场入口涉滩 准备了丰富的好礼跟大奖 希望吸引更多人加入网络会员 今天在我们台湾这个国立体育大运动大学 来做这个篮球的比赛 那我们台湾运彩有冠名赞助 这个台湾这个T1篮球联盟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个会场来涉滩 也是来这个回馈现场看球的支持 我们篮球比赛的一个球迷 那我们特别就是台湾运彩 大家都知道 每买100块贡献10块运动 寄注这个印发基金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举办这个网络会员的招募 让我们现场准备的价值 很多很多的好礼 所以希望各位在看球赛之余 那永远的来贡献我们的这个体育的投注 这场T1联盟的篮球赛事在开赛之后 就吸引了超过4000名的球迷 前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运彩工会也搭上了首场的顺风车 除了准备精美的礼品 现金大奖之外 还出动了年轻活泼可爱的Showgirl 在现场朝热气氛 也为篮球选手们加油打气 运彩工会理事长何玉琪表示 这次运彩工会不仅赞助T1联盟篮球赛事 之后会播出10%给国家运动发展基金 也持续的招募网络会员 赞助各种运动赛事 推动台湾整体的体育发展 记者陈文旭 李嘉金 许明华 台中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嘉宗盕